好,大家下午好,中午好,那这个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在中午上,我觉得可能是有意安排吧,对吧? 这个我觉得今天中午上要比下午上好很多,那么今天课程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中心思想呢就一个主力界,主力界 这个老太婆想要这个串访弯弯弯的世界,刻意打压市场,那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呢,今天是一次绝佳的买入机会 所以当然我个人只是实事求是的讲我的观点,对吧?最后对错就会有市场来决定 我是因为下午要出去办事,今天上午基本上仓位打得很满了 反正历史上,因为我们有很多老的学员嘛,对吧? 就是也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事件催化的情况,或者说是事件,因为事件而触发的这种担任的大跌 最近一次呢,其实就是,就是比如说连大盘都要跌停的,就是2020年的这个新冠疫情 春节过后的这个新冠疫情,那次呢是大家都比较悲观 那接下,这个其后隔天,市场就开始向上做了修复,然后出现了一波行情 虽然又经历了二次探底呢,最后还是都涨回去了 那这次事件呢,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什么专家 我也没有办法去评论,我也没有这个权利去评论 那么我只是从一个正常的这个就是投资者的角度来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挺简单的 越是这样的盘面,越是这样的盘面 我觉得越是值得大家去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的方法呢,其实交过大家很多次了 每次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 教不会的人永远教不会 他总会跟你说,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不一样了,其实每次都是一样的 我跟大家讲,有些话呢说的比较难听 但是呢,忠言逆耳,我告诉大家 成功的人,大部分都拥有同样的特质 而失败的人各有各的什么可怜之处 所以你要记得 就是当一个事情出来 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出来是前两天就发酵的 现在互联网很发达 还有谁不知道这个事情呢 对吧 连一个普通人都知道了 很多人都在传,哎呀怎么怎么样了 对吧,我就不去说了 你觉得会发生吗 对吧 还有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 你能幸免吗 你是家庭什么地位了 对吧 你社会什么地位了 你有什么背景了 你能幸免 对吧 就像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前段时间上海封城了 对吧 人人都要做核酸 我就想问你是什么级别的人啊 你能够不做核酸吗 你能够这个 这个行程嘛 72小时以后 你就不做核酸了吗 不可能的呀 对吧 你逃不掉的呀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就像之前 我也忘记了哪一次跟大家讲的 对吧 我说 要不就是 大家一起死 要不就是你发财 对吧 为什么呢 如果 真的是 就像 当然我觉得不会发生啊 我们假定说 哎呀 这个 搞得一发 一发二不可收拾了 你放心了 你这点钱在里面不算什么 有的是大佬陪你 就是大家一起死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如果说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那你就是那个很幸运的获利者 同意吧 你觉得天平的两端 你占哪一端啊 对吧 就是死肯定是一起死 活 你活着 你去 那你觉得你应该压哪里啊 压宝压哪里啊 所以 不要再给我传递这种 但我觉得我们学员挺好的啊 就是很多人就传递这种 这种 这个 负面的消息 信息 对吧 只要有点事 他比谁都负面 人家可能开了个头 他居然把文章给写了 更生动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少跟这种人来往 另外说个事情 另外说一个事情 因为今天我觉得没什么太多东西讲 就说个事情啊 这两年的股市 其实市场变化很大 也挺难做 对吧 呃 我也不能保证谁能够说 你就听了我的课就能发财了 就能赚钱了 对吧 外面可能 这个听 各种听野课的人也很多 对吧 我觉得 呃 首先有一点 听野课的人呢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有的人觉得 课程太贵了 买不起 对吧 啊 有的人呢 天生爱赚便宜 对吧 就是这样了 对吧 有的人呢 喜欢来听代码 很多 对吧 就各有各的原因啊 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啊 听野课的也好 我们正常听课的也好 对吧 所以 呃 其实就是认为 我讲的东西还是有点价值了 不然你听了干嘛呢 就是我说的东西一文不值 你也不会来听呀 对吧 那 呃 我不能保证我说的东西都有用 对吧 但至少可能 比如说讲一个小时 十分钟 肯定有用吧 对吧 十分之一的内容 应该是对大家有帮助 啊 然后呢 这两年难做在哪里呢 就难做在市场上 到处都是机器人 所谓的到处都是机器人 是什么 就程序化交易 很多很多 程序化交易 就会带来盘面上 巨大的波动 就类似于今天 这种盘面 就是触发 市场上真正的大主力 是很聪明的 他会利用这种 因为现在我们说了嘛 快音啊 这个抖音啊 快手啊 对吧 这种各种自媒体啊 这个短视频啊 都会 要不就是放大利空 要不就是放大利好 会让人的情绪 一会儿天一会儿地 对吧 那这种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的情绪呢 就会反映在 比如说你是做资本的 你就会反映在资本市场 如果你会做 你做实体的 就会反映在实体 对吧 他会过度过激的反映 而加大波动 而这种加大波动的 正好是我认为就是 真正的 绝对的主力之境 市场上主力之境 他会利用这种 消息的 这个影响力 来什么 以前叫做消息不透明 那不透明最好了 对吧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涨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跌 是吧 那现在是消息太透明 就你我之间的消息 基本上隔不了几秒钟 消息太透明了 反而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 他会放大力控和 或者说是放大力好 对吧 然后在这种放大跟 这个放大的这种消息的情况下 他会触发很多市场上的程序化交易 出现 是吧 要不就是拼命往上怼 直接涨停 要不就是拼命往下跌 对吧 加剧所谓的 加速这种恐惧 恐慌感 恐惧感 如果从今天早上 整体的成交量 八千亿的成交量上来看 肯定是什么 止损盘 恐慌盘杀出来了吧 不会有这个量的呀 对吧 一个早上 不会有这么量的呀 不会有这种量能的 那么再加上 大盘本身是白线 这个在上 黄线在下的下跌 那么个股就会非常惨烈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市场情绪指标 对吧 四千五百多只是跌的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 堪比冰点了嘛 那大家记得啊 每一次市场情绪的冰点 修复不会超过两天 所以今天下午是一个 比较好的左侧买点 明天是一个左侧加长点 我先把话说在这里 不要再说什么 世界末日的话 世界末日你也不在了 跟钱有什么关系呢 跟你的股票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任何关系 是吧 所以 教了无数次 依然学不会 那我也没办法 就是 只能说是爱莫能助 好吧 那 这个是从 大的这个 就是接下来的方向来讲 然后呢 上证指数昨天的走势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走势 说是我昨天 我在公开场合讲的 对吧 包括公众号上也写了 昨天的走势 叫做先疫后疫 对吧 什么意思 昨天的走势 大概是这种 就在这里 今天反应在这里了 今天反应在这里 或者到明天反应到这里 其后就是 看得懂吗 这是一整月的走势 所以我拿上证指数来参考 我认为A股的八月 就是先一后一 今天是个绝佳的 左侧 第一买点 就是左侧先手 情绪冰点的 抄底 对吧 我不会什么莫灵两颗 我不会像别人一样 跟你们讲 什么等期我来再买 没有这种事情 对吧 市场好不容易给这个机会 因为在整个的六七月份 这一段上涨 涨得太多了 对吧 里面有巨大的获利盘 是吧 那怎么办 它本身技术上就有调整 然后呢 正好借着 机构也需要调偿换骨 正好借着四件 来杀一下 第一个能杀出恐慌盘 第二个能杀出获利盘 第三个有利于他们调偿换骨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利用消息 来做恐慌的这个杀跌 从而获得比较好的 那你说 站在 如果说 我是大的资金 有这种机会 我会放过吗 对吧 当然这种是最好的机会了 没有比这再好的机会 如果我想买 我想这个 这个下半年有所作为 下半年的祖先 我想买 那比这个 还有比这好的机会吗 没有了 不可能比这再好的机会了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大跌大买 是吧 昨天我说的是 三千一百 三千两百三十点以下 是做差价 讲得很清楚的 对吧 我们的策略就是 高卖低卖 然后今天是什么 今天就是另外一个策略 叫大跌大买 没有其他的 然后我们接着讲 虽然不是 我每一次都讲得对 包括我讲的个股 也会有偏差 因为这市场 现在确实难做 为什么难做呢 因为好的股票 有的时候你拿不住 也有人说 以前你看 你的假股票翻了好几倍了 拿不住 拿不住很正常 我也有时候拿不住 为什么 第一个 如果你对这家公司 没有绝对的基本面了解 你是拿不住 因为市场上 现在有很多的程序化 程序化就是助涨助跌 然后涨上去 涨了两个涨停板 它有可能跌两个跌停板 那怎么办 你说技术上 你肯定要先出来 对吧 等你出来 它又涨停了 或者又往上涨了 然后你又不敢追 因为你为什么 你说我十块钱出来的 现在它十一块了 我怎么追呢 你不追 十一块都看到二十块 所以这种事情比一比解释 是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千万不要孤注一致 最好是做组合 然后慢慢来 就像我讲的 比如说医药板块 我说最多 今年的医药板块 你最多只能配35% 就是你想配医药板块 资金的35% 不是你总资金的35% 对吧 比如说你要配100万 你最多只能配35% 因为估值是合理的 但是没有轮到他们着 所以这段路很难 对吧 这个过程很难 然后呢 千万不要孤注一致 因为比如说 我讲了某一个股票 你赚了钱了 下一次就是欧英了 就是全部推进去 对吧 然后造成不必要的 这个损失 或者说是 你情绪上的崩溃 还有一个 不要借钱炒股 不要融资炒股 因为我从来没 跟大家讲过 借钱炒股融资炒股 那么第三个再说一下 如果你是有亏损的 过去两年有亏损的 不要急于翻本 慢慢来 就慢慢来 慢慢找到那个节奏 就是你觉得 比如说做短线 你不行 那就先不做 对吧 就尽量找一些趋势的 方向的 只要对了 逢低去介入 就千万不要想着 哎呀 我以为亏了嘛 我要快速翻本 对吧 我马上就要翻两倍 我马上就要翻三倍 最好给我一个这样的股票 对吧 有没有九万亿 然后再来一个 所以 不要去想这种事情 因为奇迹不会发生在 你身上了 当这些东西就是你 你因为你在股市上活得越久 你越能想明白很多问题 好吧 那么你把这些东西就是记住就行了 对吧 一年当中 现在股市当中 就是现在应该这么说嘛 股市当中 依然现在还是 叫说股票多钱少 所以每一年 其实就是 你哪怕做后手 看清楚了主线在做 也不太会吃亏的 对吧 就不太会吃亏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 跟大家讲过 我拿板块举例子 对吧 拿板块举例子 比如说 像国际光雷达 你看 就这两个 一记绝尘 对吧 为什么 华为的 其实永心也不差 永心后面应该也能找 都不差的 然后 重点就是这些 对吧 你们自己去看 那 如果说你知道逻辑了 你也知道它后面会涨的 昨天啊 我还专门讲 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 如果达到30% 这些跟这个 激光雷达 智能汽车有关系的 后面都会 就有业绩的这个 就是拐点出现 对吧 那你就知道 这些股票呢 我就耐心只有跌了 比如说不是这种 这个超大银线 放量下跌的 那正常跌 那我就是 拿点钱 对吧 做做差价 所以我再说一下 我不是现在来推荐 这两个股票 我只是跟你说 你当你看到 它一记绝成 一路上涨的时候 你就要很清楚的 一点知道 就是本身 哪些股票 因为什么而上涨 它的逻辑有没有改变 对吧 为什么会涨 那为什么这两个股票 相对涨得好一点 是因为他们同时 比如说 长光华星 为什么要比这个 聚光科技 涨得还要好 因为为什么 第一个 长光华星 是历史新高股票 就是它的历史套牢 没有的 对吧 第二个 聚光科技 有套牢 这上面有根巨大的 阴线的套牢 它需要慢慢消化 对吧 第三个是什么 他们同属于 刺新股阵营 因为刺新股 相对来说 筹码要比老的干净 这些东西 都交了很多次了 是吧 所以当你知道了 我不是现在来 再来推荐你 哎呀去买 很多人就是前面不买 我现在一讲吧 讲了 哎 你看 就是你说的 我听你的话 我买了 对吧 你都不看啊 涨了多少了 现在是持股者的盛业 五十几块 涨到一百五十几块了 对吧 就算六十块吧 要涨到一百六了 将近 现在是持股者的盛业 是持股者不断在里面 能够做出差价 降低成本的时候 是吧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 就看各自的理解 个人的理解 你只有经历过这种 你最后才能够 在这股市当中生存 别老想着 现在不是 已经 已经不是一个 什么 给你一个股票 你就能够 给你一个代码 你就能够 你就能够赚钱了 时代了 我举个例子 这储能的股票 那你来做做看 你来做做看 你来做做看 对吧 这个地方呢 你买不到 等你买到了嘛 两根大阴线 对吧 你大阴线刚刚要出来吧 涨停了 新高了 等你新高 你觉得后悔了 又两根大阴线 来你做做看 你做做看 你不能说 他这个股票不好吧 对吧 但是你来做做看 所以 如果我说了 有人在这种地方买了 跌两天 他就要骂人了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所以 难在哪里 难在不是 今天给了你一个代码 就 你就能够 什么 所谓的一夜暴富了 所谓的讨赢了 没有了 这种事情已经没有了 因为 应该是这么说吧 在2015年之前 不少人就习惯了 哎呀 我来喂代码 哎呀 我讲一个代码 然后拿着反正就能赚钱 这种时代一去不复反了 以后是股票多 钱少 每一次资金只会在某些集中的领域 也就是我们讲到在不同的抱团的地方 能够什么 打出赚钱效应来 其他地方 基本上不跌 已经你要烧高项了 对吧 炒股会变得越来越专业 然后 网络上那种小主播 不是抄袭别人的 对吧 就是在那里胡说八道 因为他要 他的目的是拨流量 没有其他的 是吧 所以 这些东西就是需要你在不断的自己提高 就学习的目的就是你要不断提高自己 只有提高了自己 你才能够把别人的建议拿来做参考 而在别人的建议下能够融入到你的交易体系当中去 没有这种 根本不行 没有这种根本不行 千万不要去想着说 哎呀 我就搞个代码 我跟你说 这几年我给的代码不少 就 我说的意思就不是在公众场合我讲代码 就是比如私下交流给了给人家代码不少 基本看下来很少有人拿得住的 对吧 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 其实 你要说代码不就是消息吗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 基本是不太可能复制的 只有你自己 就是在认知到位的情况下 别人给了你建议 给了你东西 你才能够 去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借鉴 我跟大家讲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 比如说小圈子里面分享一些研报 就是一些这个机构的研报 或者说有些是比较顶级的研报 对吧 我 看下来 分享完了 大部分人就是看你里面讲了一个什么股票 这个股票我可以买的 他不看整个行业的逻辑 他就定着股票 这种是不会进步的 你永远都不会进步 对吧 不可能进步 你连逻辑都搞不清楚 你要个股票干嘛 你怎么知道未来这个行业是怎么样 对吧 就像 就像 我说的 比如说 医美的行业 未来的渗透率 而不是医美 这个叫 培育战士的渗透率 可能会从 6%不到渗透到20% 那如果你知道了这个渗透率 你才有资格说 那这个板块跌下来 我可以去搞一搞的 对吧 这个股票跌下来 我是可以去搞一搞的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跌下来你也不敢搞呀 对吧 然后涨上去 你又像进攻之鸟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你先要看 这个行业有没有空间 如果行业有空间 那就OK 行业没空间呢 最多当短线做呀 是吧 所以那 我们讲新能源赛道 光伏里面的储能有没有空间 肯定有空间 电池有没有空间 有空间 为什么 电池的革命会迭代 对吧 就是电池的技术会迭代 所以电池会不断有推陈出息 那么就是 电池其实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解决商用的 就是价格 就是能不能把价格打下来 对吧 因为价格打下来 对所有的 新能源车的企业来讲 负担就会减轻 那它的销量就会上升 对吧 第二个 安全性 能不能下来 如果安全性能够下 这个上来 那当然它就会成为 新的这个电池的替代者 所以其实 这两块 实际上是后面 储能跟电池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吧 车这个东西 就是大家已经能接受了 就是比如说新能源汽车 现在已经快接近 百分之三十的渗透率 说明大家都 如果再换车 大家都会换新能源汽车 这个你不用担心了 人家不接受这个事情 那剩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体化压株 能不能 这个产量跟上 对吧 现在不是 这个一体化压株 为什么涨得那么厉害呢 所以这个是产能还跟不上吗 对吧 第二个 电池 成本能不能下来 对吧 量频率是不是能达到很高的标准 第三个就是安全系数 续航里程 对吧 就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到更好 行 那就 这些企业能够胜出 所以 整个渗透率达到了以后 接下来就是智能管 无人驾驶 激光雷达 对吧 智能驾驶 等等这些东西 美国的智能驾驶的公司 涨了好几倍 中国这边还没什么太大反应 也没有 对吧 所以 这些东西 跟大家讲了以后 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如果在这个逻辑上 能够推演下去的话 那么 每一次市场 下跌的时候 你去布局这些品种 相对来说 你的风险系数 就比较低 对吧 然后你未来盈利的方向 就会比较清晰 然后 比如说 政治区会议传达的今年 基本上是5.5的经济师 目标不用去刻意完成了 对吧 或者说是强行完成了 那么很明显了 下半年的基建文增长 这块 包括地产 地产是住房不炒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你就知道 这个 肯定 短期要成压 包括旅游酒店 对吧 包括消费 都会成压 那这个地方 你就不要去 短期不要去 有反财先出来 换一下 换一下这个赛道 机构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机构只是转升更慢 我们转升可能更快一点 大家都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你不能亏了钱 怪这个怪那个 要怪 就是怪你 老想就是 我买了一个股票 不动就能赚钱 而不认可市场是变化的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不是你的股票不好 有可能两年以后 你的股票就变牛糊了 但是你要等两年 对吧 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得起的 因为两年以后 风口吹到你这边 是吧 所以包括我说 昨天我跟大家讲 软件服务板块 对吧 跟大家讲软件服务板块 我说软件服务板块的 高光点在明年 我没说在今年 对吧 为什么 因为 如果说机器人这块 发酵的话 对吧 现在是 前单在发酵 后面是要 机器人要正式进入 商用进入 这个场景了 那商用进入场景的话 软件段就 就要发力了 对吧 他要数据支撑 软件段就要发力 所以他会有时间的 这个延迟 那如果你只听上半句 你说的吗 这个软件好吗 今天软件大跌 你就开始骂人 对吧 你昨天去搞个软件 股今天跌了 你就骂人 所以 你听话 听这些 这个就是板块的逻辑 你要把它当做一个 就是我们讲的 整个产业发展的 里程去看 对吧 什么时候介入更好 跟大家讲了 8月份 9月份 如果最确定的 就是机器人 对吧 智能机械 这个最确定 为什么 8月8号 华为 这个机器视觉大会 8月18号 全球机器人大会 9月30号 马斯克 人形机器大会 这些都是 时间会催化的 对吧 机器人板块 进入那么多的资金 退不出来的 那 这是不是个最确定的 那么最确定的板块 你要等的就是什么 大分期 我周末 是不是这样写的 你好不容易 今天等了个大分期 然后呢 就有点 人 人呢 很多人就这样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当然 我当然这个 随便举个例子 好吧 举个例子 如果郑海资财 跌到17块 我就买 这是谁说的呢 这是别人昨天讲的 好了 今天跌到17块了 他一看跌了 不买 跌到16块 我再买 如果跌到16块 不行 跌到15块 我再买 他永远不会买的 明白吧 他永远不会买的 等涨上去了呢 你看我15块都 这个15块都没有买 我16块都没有买 我怎么可能18块买的 不可能的 所以他每次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对吧 所以你做了任何的一次 就是买单的决定 你要在那个当时的情况下 你要去买的 对吧 哪怕买错了 你都要去想办法说 我跟我儿子说 你们每一笔交易 全部要写笔记 赚钱 为什么赚钱 亏钱 你为什么亏钱 对吧 分试打开来看 为什么那个买买点是不对的 以后永远就记住了 这种分试买点是不能碰的 对吧 或者说 这个 这个 就是分试级别的调整 没有结束 是不能碰的 为什么会买对 后面会大找 你也要去看 对吧 到底是逻辑对了 股票选的对 还是买点选的对 所以这些东西都要去看 你自己根本就不弄的 对吧 最好别人还跟你讲 那这个位置赶紧买 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对吧 所以 这些东西就跟大家讲了以后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就你在 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去做 买早了 买完了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买了 它才会有给你对的答案 不然的话 你永远没有这种 这种就是自己的交易的经历 对吧 你们永远也学不会 那怎么弄 我不是来跟你推荐说 哎 不要买这只股票 我只是跟你说一下 对吧 很多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 真的 很多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 低了想要更低 对吧 等到长了很非常高的时候 又贪婪 哎呀 你看我后悔 最后再搏一下 对吧 哪怕有人跟他说 他前面错失了五十个点 然后有人跟他说 还有五个点 他就进去了 就这种 对吧 所以把这种人的恶 就是这种本性上的恶 排除掉 你就正常面对市场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抛开一切 所谓的是外界因素 你看看 我给你看看 这是历史 这不是历史吗 历史上是不是 每一次情绪的冰点 最后都能让你赚钱 同意吧 我们抛开 所有的东西不讲 就这一个指标 这指的就是 所有的市场 是为了能够让你赚钱 如果是 答案是的 那你只需要买 对主流板块就行了呀 对吧 你管别人说什么了 不用管别人说什么 对呀 所以这些东西 讲了 一次一次讲 一遍一遍讲 如果你还转不过这个弯来 对吧 就是你依然转不过这个弯来 我觉得 你是不太适合做股票的 就是实际上 实际上就是什么 当一个人的性格 有缺陷的时候 做什么都有可能 是成功的概率小 失败的概率大 因为你的性格有缺陷 对吧 好 那 回到盘面 今天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 对 其实找上跌停板的加速 我AST的股票 我是不看的 就AST的股票 我是不看的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跌停板的加速 实际上也就是20加 对吧 也就是20加 然后呢 跌幅超过9%的 那 100加都不到 那下午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下午最重要的看 第一个 跌停板的加速 是不是缩小了 就是减少了 或者说没有扩大了 对吧 一般什么叫特别恐慌 一般特别恐慌的意义 就在于 跌停板的加速 以现在市场体量 叫白骨跌停 至少要白骨跌停 大家都听说过 对吧 白骨跌停 那就是特别恐慌 确实是很恐慌 如果不是白骨跌停 那种 比方说就四五十加 股票跌停 我个人认为就是 什么 利用恐慌情绪吸盘 利用恐慌情绪吸盘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午看一下 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 我们来看一下 早上16 16个亿吧 对吧 如果你反正记得这个数据 如果今天下午北向资金 我觉得会有一些动作 如果今天下午北向资金 就北向资金啊 对吧 66个亿 如果今天下午到收盘 也就留出70个亿 或者80个亿以内 那我觉得 没什么 就下午的情绪 其实是相对平静了 对吧 平静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说一下板块 板块 嗯 对对对 板块啊 说一下板块 呃 今天的这个军工船舶板块 不要去追 我个人认为拉起来 实际上是给你 呃 抛的 之前我们讲过 江龙船艇 对吧 是吧 我说你要做产 你要做弹性 你就去做江龙船艇 其实防的就是这块 对吧 趋势那块呢 我说的是中国传播 对吧 目前看中国传播就是 你看到了这个点 就我之前说25块 这个位置 对吧 对吧 这个位置上去 它就会有转折的 果然是转折 那么弹性呢 就无所谓 反正就是大家情绪来搞的 呃 重点不是讲这个啊 今天不是讲这个 那么我觉得指数下午 如果要起稳 或者说来自明天起稳 金融股要处理 所以首先要看银行 保险 券商 如果他们稳了 如果他们稳了 比如下午稳了 甚至于有 有些东西来带了 那你知道这个是一个 大资金要开始 顶了 顶上来了 8月 昨天吧 昨天对吧 昨天我们的议会 马主席已经说了 对吧 要更多的 让 就是 不要用资金刻意去拉指数 要更多的什么 涨跌是一个市场的行为 让更更 确切的讲就是 要让整个市场更 发挥它自身的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功能 而少干预 但是后面你们没有看到吗 又加了一句 不允许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如果市场的波动过大 也是管理层不会允许的 那什么叫不过大 每一次 比如以上阵子数来 跌了100点以上 过大吧 肯定过大了 会不会干预 一定会干预的 今天不干预 明天也会干预 所以 那干预的本质是什么呢 你们会看到 至少金融股要起稳 我们不说金融股要拉 是要起稳 对吧 就很明显它起稳了 对吧 然后会有 在金融股起稳的同时 现在的抱团股 不管是新能源赛道 还是智能机器 一定会反扑的 我教过大家什么 我教过大家什么 如果市场反弹 什么样的股票会反弹的最好 那如果市场反弹 什么样的股票反弹的最好 一定是多头趋势 缩量回调的股票 反弹的最好 如果它还是主流板块 那一定就是它 对吧 这个是不是呢 利率协谱 是不是呢 我们不相信看 那过两天你再看 过两天它又新高了 对吧 你就知道了 你应该去哪里 找机会 都给大家了 我不 我不会 再点什么票 好了 你也去买这个 买那个 方法都教过了呀 你自己去找呀 对吧 这三十二个股票里面去翻呀 哪些是多头排列的 哪些是数量回调的了 对吧 哪些是别人跌的少的呢 你自己去看呀 你看明白了 你就能赚钱了呀 对吧 你下次不就是复制吗 我只需要告诉你这些板块不会死呀 对吧 你看啊 三四月份的时候 当时旅游股跌下来的时候 我也说的呀 这些板块不会死的呀 逻辑在的呀 没事的呀 对吧 那后来你看五六月份 很多股票不是也 这个像酒店的 军艇酒店什么都创新高了 对吧 很多股票也回去了 就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一下子死不掉的 是吧 那现在也是一样的 储能 电池 对吧 电池现在什么 这个这个 很多啊 就是就是电池的总体很多 纳电池啊 4860啊 麒麟啊 对吧 然后反电池啊 这个 呃 HJT啊 对吧 很多 一样的 不会死的 不会死的 对吧 我讲那么多 可能你说 我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到这里去搞 智能机器里面去搞 就行了 对吧 然后呢 光复楚能 啊 一样的 一样的道理 就到这里面去找 就到这个里面去找 哪些是 这个趋势 没有破坏的了 下跌缩量的 对吧 一去找就行了 对吧 钻石呢 对吧 上涨放量 下跌缩量 是不 你说太贵了 太贵了 我们找其他的钻石 找其他的赔银石 但只是需要多头牌的 上升趋势 回调相对比较好的 对吧 就是比较 这个扛跌的 那就行了 这是大概率的 我们先不说 哎呀 哪些股票能反包啊 能怎么样啊 对吧 不就 不就这些吗 因为你在 你如果站在 竹线赛道上 是不太容易被干掉的 如果你偏离了 这个赛道 那 也就说 可能指数后面回去了 又回到 三千来万点以上了 对吧 结果呢 你的股票没回去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你没有站在 竹线赛道上 那 今天 如果说 从技术面的角度上来讲 怎么样 这个 短线 跌的比较多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离五六均线的 惯率比较大 对吧 离五六均线的惯率大 有一种可能性 下午 有可能就收不 就是下午还是 落正道 还是 就 今天就是收在低位 可能就收在 收在三千 一百六十点 一百七十点之间 那都有可能的 明天 有什么 这个 可能还有些消息面的变化 对吧 我觉得今天晚上基本上就定了嘛 对吧 然后 他还都在等今天晚上消息 也有可能明天再 哦 炸一下 那 炸完也就这样了 该起来的就起来 是吧 所以 差不多吧 那明天也有可能变成这种K线 都有可能的 对吧 不一定完全反报 明天就摊底回升 然后再上去修复 修复后来再拆一脚 所以 整个的八月 上旬吧 我觉得之前跟大家打过招呼啊 八月上旬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先议的过程 然后后面就会慢慢的走好 慢慢的走好 其实主流资金 最希望看到的就是这种担任的大跌 因为他们能买 他们想买的了 之前比如说 上一个周末 大家都在传 哎呀 机器人怎么怎么样 假的火热 哎呀 热的不得了 今天比方调整了 大家都很慌了 对吧 短线的获利盘也走来 油脂可能短线也要兑现 那这就是给了主力资金 从容的买入机会 因为他们能买到想买的 买多少都有 有人愿意给他们 那你买到了呀 买到了后面就是 谁多谁 谁说了算呀 对吧 谁的筹码多 谁说了算 所以这些东西就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 然后把这个 半老底板块再说一下 半老底板块呢 今天是逆势涨的 对吧 大港股份 我是不是周末 就是周日 我在长林马教室里面 写的清清楚楚 我说 芯片就判大港 对吧 是吧 昨天没有拉板 今天拉板 我没瞎说吧 对吧 汽车就看江湖 没说错吧 为什么 基本面逻辑 汽车 江湖是基本面逻辑 大港是什么 强势古代 六十分钟 N字战法 因为在芯片里面 如果连大港都不涨 你也别指望 其他的来跟了 因为大港是个情绪票 这些东西 如果你学不会 我就点给你看 就你没学会之前 我点给你看 有人说 哎呀 我什么什么股票 股票割漏了 这个 这个现在 手印战法不好用 手印战法是不好用了呀 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呀 因为异动公告的规则改了呀 现在要改成 变成有六十分钟了呀 对吧 就是用六十分钟 N字行了呀 你买点找不好 但是你大概知道 它后面会上了就行了呀 对吧 逢低 逢低去搞一点就行了 这些东西都是我提前讲 在芯片这一块 不是我吹牛对吧 到目前 全市场没有一个人说 华为概念芯片的 没有一个人 没看到过 我把所有华为投资的芯片上市 都总结了 都给大家分析过了 然后呢 特地跟大家讲了 一定要叠加华为的 一定要叠加汽车芯片的 对吧 然后什么 材料 说了吧 国产替代材料 早就跟大家讲了 你去看看现在外面有了 不是很多小主播吗 天天操人家的 有人讲 有人给你统计一下 华为投资的这些企业 没有的呀 为什么知道吧 要不就是大基金 要不就是华为 只有后面 只有这一条路了 华为代表中国科技的前沿 前沿阵地 如果连华为投资的公司 都一塌糊涂的话 那还搞什么 对吧 然后大基金 最近是因为有 这个原先的一些 这个总经理啊 什么被带走 这个问询了 对吧 那就意味着 整个大基金 也在改革 那么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了问题 其实我觉得都是好的 就代表了什么 这个地方会有新气象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 大基金的股票 后面其实就是 半导体就是 国家大基金投的 华为投的 尽量往汽车 汽车电子方面靠 规避消费电子 就这么回事 没了 对吧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 都搞清楚了 吃透了 那行了呀 就是这些东西 来来会不会弄呀 跌了你就买一点 对吧 你不放心的 比如说材料买一个 然后这个 激光雷达 买一个 对吧 或者说是激光雷达 现在太高了 对吧 那就是后面的这种 这个这个 其他的汽车半导体的 买一个 可以了呀 激光雷达当然也有高的 也有低的 对吧 都可以 或者说是 光刻胶的 搞一个 光刻胶 因为也是材料 这是必须要用的 那就齐了 半导体今年 位置上一定是有优势的 板块的位置有优势的 再加上 老美的制裁 我们不得不做 但半导体有个问题 问题在哪里 就它不像 新能源产业链 我们是全产业链 我们说了算 因为我们在半导体 这块落后的态度了 你要想赶上去 它需要时间 我相信中国半导体企业 一定会有崛起的那一刻 但它需要时间 而这个时间 就会造成 整个半导体板块 会起起落落 分化很厉害 对吧 在这个分化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得很清楚 哪些分支是有机会 哪些展示是不要去碰的 那 如果你把这些都搞清楚了 那你知道 半导体板块 你要指望它大跌了 也不现实 但是呢 在每一次半导体轮动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住那些轮动的 这个 就是我们说弹性比较高的 或者它总能上涨的 实在不会选 对吧 比如说这半导体吗 实在不会选 所有的半导体板块 一个一个 我教一个方法 好吧 教一个方法 教一个方法 比如说 教一个方法 从这里开始 6月15号到今天 区间统计 用什么 用阶段排好 然后呢 选板块 选什么 选半导体 演示一下 到底怎么玩 确定 我说等一下 等它 等它 等它那个数据更新 好了 去掉什么 去掉上市 只有十天的 十天以内的磁性股 就去掉 你就知道 你应该选什么了 明白了吧 然后把这种东西翻一下 那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你来了什么 华海青柯 对吧 这是不守趋势的 你要 你要找股票呢 就这些 那你要 你要想赚钱 就在这里面 全部在这里面 清楚吧 容易吧 就一分钟 就耽误你一分钟 你就知道了 这才是 去掉上市十天 比如说他这种 刚刚上市的 就是这种 可以不要 去掉就剩下的 涨的特别多的 比如说已经翻倍了 去掉 然后呢 你专门找 百分之五十的 对吧 以下的 涨幅在百分之十五到五十的 就这些股票 来了 你就在这里面混 基本上 差不多到哪里去 不会把你干掉 干死 简单吧 没有人教你吧 人家 人家机构 程序化 就是这种策略呀 这是其中的一条 策略的一条 非常简单 对吧 然后你就这 几十个股票 比如说二三十个股票 翻一遍 对吧 然后把这二三十个股票 存在一个板块里 每天看 哪个缩量回调了 哪个你看 前面放的 现在缩量回调 直跌了 看进去 不就是你的了吗 是吧 好吧 那今天中午 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然后 元宇宙板块 等期稳了考虑 8月18号 有元宇宙大会 昨天忘记 跟大家讲了 有元宇宙大会 然后 这个 元宇宙 我介意是明后天吧 期末了以后再去潜伏 好吧 今天中午要跟大家分享内容就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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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